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Joyce 歡迎回到我的實驗室 今天我要來分享一道四季豆料理 我們要來做鹹鴨蛋炒四季豆 也有人稱它為金沙四季豆 這裡是我們所需要的材料 我們需要四季豆 四季豆的部分呢我剛才已經先處理過了 我把它洗乾淨切除頭尾 然後用滾水稍微煮過 這樣等一下在炒的時候比較容易熟 這裡有熟的鹹鴨蛋 蒜頭 辣椒 米酒 跟糖 都準備好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啦 首先我們先來處理四季豆 我們把它切成小丁 接下來我們把蒜頭切成末 我們把它切成小段 接下來我們把蒜頭切成末 辣椒我們把它切成小段 再把它們切碎 現在料都備好了,我們就可以開始炒啦 我們先起個油鍋,來炒我們的鹹鴨蛋黃 油熱,我們就可以把鹹鴨蛋黃加下去 我們把它炒到起泡 這時候呢,我們就來爆香 我們加我們的蒜頭 跟辣椒 下去炒一下,把它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了以後呢,我們就淋上米酒 把它去一下心 這時候呢,我們就可以下我們的四季豆丁 繼續拌炒一下 然後也可以像我們剛才切碎的鹹鴨蛋白 一樣繼續拌炒 這裡我們的糖也可以加下去了 現在四季豆都熟了,也都拌炒均勻了 我們就可以起鍋啦,是不是很簡單 我們來吃飯 真的超級香的 我現在整個家都是鹹鴨蛋黃的味道 好香喔 而且你看這個顏色 一看就直接開胃,看起來超好吃的 吃一口 鹹鴨蛋沙沙的,然後很均勻的裹在每一個四季豆上面 鹹香夠味,但又不死鹹 嗯 非常下飯,非常好吃 推薦大家注注看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四季豆料理 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喔 實驗室,我們下次見,掰掰